而这次呢就在红众秋暗新闻热头上呢 一般民众真的很意外 因为看到了苗栗政府就逞大浦居民 北上抗议时强拆了大浦四户 县长刘正宏还说这是天赐良机 但是呢也有一位重量级人物说 他有几分意外 那就是副总统吴敦毅 他还说呢他已经尽了最大努力 大浦之前户突然遭到怪手 以为平地 屋主抗议甚至击本浑厥 苗栗县长刘正宏认为不是趁人之为 而是天赐良机 曾介入协调的副总统吴敦毅更说 我也是有几分意外 非常费精神都已经尽最大的努力了 那当然采取一个合法 而避免冲突的时段是最理想 对于临时拆除大浦居千户 关键人物吴敦毅真的不知情吗 原本保证不拆的吴敦毅 遭到批评言而无信 不过他还是一样把球丢回给苗栗县政府 多做一些沟通协调 辅慰的工作 凡事都能够求最大的圆满 至于违背法律跟违背道德的事 我不做评论 没有给予他们尊重 也没有对他们的感情 这个政府是冷冰冰的 是冷酷的 是温情 大浦似乎案子还在诉讼当中 苗栗县政府确以突袭方式强制拆除 居民的家园毁了 恐怕不是一句 我一直有起分意外 跟天赐良机 问题就能解决 阿迪丁阿迪丁 心情丰盛 Udntv 住家松林一云台北报道